黑色中一辆黑轿车半路上遭到好几辆轿车拦架 几名扼煞手持棍棒从车内走出 将黑色轿车团团包围 几个人对着车内猛瞧 随后便把里面的男子给拖了下来 几名扼煞大声叫嚣砸车打人被打的男子 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发出痛苦哀嚎 等到扼煞扬长而去 男子这才惊魂未定站起身 好像是害怕他们还会回来 私下张望了好一阵子才一学一拐 汽车而逃 过了一阵子扼煞门果然折返 将留在原地的空车开尽便利 不过好在这时 这名挨打的18岁少年 已经躲进了附近的民宅 事发隔日的路面上 留下一连串血迹斑斑 吊车穿玻璃遭到砸毁 后挡风玻璃上留下一个触目惊心的弹孔 事情起因于两名不到20岁的年轻男子 在网路上为了一名女子 针锋吃醋相互呛瞎 12月4号凌晨两点相约谈判 其中一方看到对方人马携带刀枪 直觉苗头不对开车逃跑 但还是遭人拦下痛殴 其中一人惨遭持刀追砍 右小腿留下一处十公分刀伤 好在伤者送医后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警方锁定涉案人准备逐一举题道案 要将迟到伤人的恶煞一望大尽 记者刘吉江梅应雪花莲采访报道 蔡政府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